92-89,新疆南篮险胜青岛南篮,迎来三连胜,球队排名也是升至积分榜第14的位置,距离季后赛越来越近。 此一,阿布都沙拉木表现出色,全场出战32分钟,19中时,3分6中2,罚球也是5中5,砍下全场最高的27分,外加4篮板5助攻。 值得一提的是,阿布都沙拉木在末节最后23.6秒时,借助摩尔特里的挡拆,补顶命中一季关键3分,帮助新疆南篮反超比分,最终拿下胜利。 阿布都沙拉木重返巅峰,本赛季场均23.3分,7.7篮板3.3助攻,阿迪江把他当作核心没有错。 新疆南篮在休赛期连续损失两大主力之后,球队一直不被看好,第一阶段,球队更是只获得三场胜利。 在很多球迷看来,这只新疆南篮已经不是季后赛级别的球队,阿迪江指导甚至到了下课的边缘。 但是,作为新疆南篮的队长,阿布都沙拉木接受采访时却对球队充满信心,他坚信能够带领新疆南篮重返季后赛行列。 连续击败四川青岛两只竞旅,阿布都沙拉木都贡献20的数据,攻防两端当仁不让的核心,阿迪江真没有看作人。 从这只新疆南篮的阵容配置来看,本土球员中只能依靠于德豪、唐彩玉、麒麟、阿布都沙拉木来重新建队,老将唐彩玉饱受伤病困扰,阿尔斯兰进攻端是个迷,面对实力稍强的球队,新疆球迷都是悬着一颗心。 但是进入第二阶段之后,新疆南篮全队似乎都变了样,球员在场上拼劲十足,余德豪、卢土布拉、麒麟等人在场上打得十分卖力,防守端也是倾尽所有。 在队长阿布都沙拉木的感染下,新疆南篮慢慢重新打出了竞争力,似乎又找到了上赛季四强的状态。 经历跟剑断裂的重伤之后,阿布都沙拉木并没有自甘堕落,经过手术康复治疗之后,阿布都积极训练,虽然上赛季只有7.5分3.1篮板2.3助攻的数据,但是经历休赛期的磨练之后,阿布都沙拉木直接重新打出巅峰数据,场均23、7、7、3.3,三分命动率39%,全明星级别的水准。 在队连续拿下四川和青岛,阿布都沙拉木终于重新证明自己,最后关键绝杀球交给阿布都沙拉木也体现,阿迪将对于他的信任,这支新疆南篮以他为核心来出击季后赛,绝对是正确的。